通表里 经络导引 循环运行的顺序 用锋利三棱针进行刺落 以调整十二经经器 疏通脏腑与体表的气血通道 本疗法是脏和腑的远端调节法 腑为理 脏为表 腑为央 脏为阴 通过经络来接通 一脏一腑 一表一理 一阴一阳 所以经络导引是远攻的一个战术 在人体经络的起字点 也就是气血用型的最薄弱点 思真放学 实现了切脉动内 切表而动理的目的 十二经脉中 相表里的两条经脉 都在四肢末端交接 是阴经 阳经交接之部位 好比水的源头 是精气所出的部位 出为井 入为河 井为远 河为近 井血离五脏最远 河血离五脏最近 一近一出 刺落的远攻 再配合河血刺落 及锅窝刺血 齿则刺血 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 人体五脏六腑 及四肢经络的熟通 操作准备 一 患者仰卧 获取座位 暴露手脚 全身放松 二 医生戴 无菌手套 三 用一次性 三棱针具 四 针刺部位 用点符消毒 操作手法 一 点刺法 用三棱针 在针刺部位 刺入一至两分 随即将针迅速退出 轻轻挤压针孔周围 出血少许 然后用消毒棉球 挤压针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解血法 先用袋子或橡皮管 结扎在针刺部位上端 进心端 然后迅速消毒 针刺时 左手压在被针刺部位下端 右手持三棱针 对准被针刺部位的静脉 刺入脉中 0.5至1分身左右 即将针迅速退出 在针眼处拔火罐 使其流出少量血液 出血停止后 再用消毒棉球 按压针孔 当出血时 也可轻轻按静脉上端 以助淤血外出 毒血得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注意事项 1.自落治疗前应正确选择适应症 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以解除患者思想顾虑 2.自落操作前后 要严格消毒 防止发生感染 采取一人一丹一针 一血一消毒 3.熟悉解剖部位 避开动脉血管 4.施术中 要密切观察病人的反应 以便及时处理 避免发生意外 5.24小时内 治疗部位不能沾水 每周一次 3至4次为医疗场 6.对孕妇产后 习惯性流产者 外伤大出血者 危重劣性传染病人 和严重心肝肾功能损害者 血有病 血小板减少性子颠患者 糖尿病者进次